渡過漫長例行賽之後 十月季後賽是追逐夢想與榮耀的戰場 奮戰悔恨喜悅 無數情感交織出驚心動魄 扣人心弦的戰役 哈囉我是亨利 歡迎來到生脾氣無毒 經過一個月的廝殺 黑馬國民一路顛破 挺過無數難關後 打敗例行賽最強的太空人 拿下最高榮譽 冠軍 今天不做分析 來跟大家聊聊2019年的季後賽 國民與釀酒人的外卡咒死賽 打響季後賽第一炮 這場比賽就相當經典 國民面對釀酒人王牌終結者 去年季後賽一分未失的Josh Hader 把握Hader控球不穩的機會 靠著保送、運氣、安打和失誤逆轉的戰局 回頭看這個時間點 可以說是國民今年最接近淘汰的時刻 落後兩分 你們都有Hader 差四個出局數就會被淘汰 沒想到Zeman們代打打出一隻幸運安打 滿壘後Soto打出平非安打 預計會是一分或兩分 至少還會是平手 沒想到Grisian的失誤 讓戰局一口氣逆轉 國民晉級了 開啟了他們的傳奇之旅 每連外卡的勝利者是光芒 他們整場壓著運動家打 光芒也是一隻韌性極強的球隊 分區系列賽意外的打爆Granky 意外的把太空人逼入第五戰 他一點在第一輪就大爆冷門 可惜他們晉級希望被Cole用一次次三陣打落 楊級意外的橫掃雙城 之所以說是意外 因為雙城也是百勝球隊 沒人想到他們居然集體低潮 連一場都贏不下來 雙城主將幾乎都是第一次打季後賽 被連三年打季後賽的楊級賞了一次震撼教育 被橫掃的屈辱與不甘心 想必會成為他們的養分 國聯兩個系列賽都打到第七戰 兩邊卻上演截然不同的劇本 紅雀第一局就打爆勇士先發 Fortenayvich奠定勝機 國民在八局展開逆轉秀 先砲擊後援上場的Kershaw追平比數 延長賽靠著Kendry滿關炮拿下最後的勝利 勇士又一次止步第一輪 這次充滿年輕天分的球隊 顯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想再次衝擊冠軍的到齊 結果卻在第一輪就被逆轉 失落被淘汰出局 在討論到齊有什麼問題前 該先問的是國民怎麼這麼能打 三巨頭都已經疲累不堪 搖搖欲墜了 卻攻不破 打線沒有到齊整齊 卻能在關鍵時刻打出致命一擊 國民有著更強烈的欲望與意志力 被逼到懸崖邊後開始決定反攻 最終吞沒了國聯戰機最好的到齊隊 相較於美聯太空人對決楊基的戲碼 國聯的紅雀與國民顯得星光暗淡許多 而且過程也相對平淡 紅雀纏弱的打線被國民封鎖 四連敗結束這個賽季 回想2011年 紅雀以外卡身份一路殺入世界大賽 並打敗游基兵奪冠 當時紅雀被冠上不死鳥之名 以任性不放棄著稱 許多年過去了 陣容早就大幅換血 打線遠遠不如當年 缺乏天分、實力與經驗 不管再怎麼有拼戰精神 硬實力還是被國民的搶頭群壓制 國民不論最後奪冠與否 此時他們打敗曾經的外卡傳奇 自己成了下一個外卡傳奇 太空人展現強力先發這項優點 只要在扣和Veranda先發的場次 牛棚都能獲得充足的休息 反之陽雞只有田中降大 先發兩場都至少投完五局 所以重單都在鐵牛棚身上 但陽雞還是有保留底牌 非關鍵時刻 守護神Chapman都不會上場 Chapman第一站上場之後連休了幾天 直到第五、第六站 陽雞調度沒有犯錯 只是最後結局是失敗的 說到底 太空的深度好上太多了 特別是兩張先發王牌 讓調度更有餘裕 陽雞這三年季後賽 已經兩次被太空人擊敗 兩支球隊未來幾年都還會保持陣容強度 很有可能繼續在季後賽碰面 兩隊還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可以肯定的是 將來陽雞打敗太空人的那一刻 情緒一定會相當激動 世界大賽 就我來看是雙方疊對疊 國民進擊後 除了休息時間充足 還有大把時間可以研究太空人兩張王牌 前兩場就此攻破寇和Verlander 第二戰結束後 太空人對國民打線研究更徹底了 接下來三場封鎖幾名主力打者 讓國民徹底熄火 回進一波三連勝 國民在第六戰重整旗鼓 主力打者們找回狀態 或是重新擬定打擊策略 並且在小死的壓制下 將戰局逼入第七戰 世界大賽第七戰 徹底展現出棒球的精華 整個季後賽都不太穩定的Granky 這場幾乎是出神入化的境界 變化球犀利 控球精密 國民打者就算知道球路 也無法掌握 Shazer因為第五戰後警傷勢未出賽 這場雖然先發 狀況也不到完美 比賽中不斷調整 利用經驗、策略與太空人打者周旋 幾乎每局都有危機 但最後只失兩分 辛苦完成五局任務後 就工程升退 將戰局交給隊友 Granky前六局表現完美 但國民打者也在比賽中思考出應對之策 七局上半 主炮Randon帶頭吹響反攻的號角 咬中低角度的變速球 一方揚春炮 把國民帶回比賽中 一分看似微小 卻成了聯誼擴散出去 Granky接著投出寶送 太空人決定換投手 換上專門處理危機的Harris Harris精準控到好球帶邊緣的卡特球 卻被Kendrick送到右外野 擊中右外野全雷打牆標杆 逆轉 兩分炮 Harris沒有石頭 Kendrick也不是咬得非常扎實 如果偏左一點的話 這球應該是全雷打牆前被截殺 只能說 這是命 這次換投討論度很高 但換於不換 要信任表現很棒的先發投手 或是信任季後賽表現優異的中繼投手 都沒錯 我也可以討論的是要不要讓Ko上場 賽後總教練Hinch說是自己的錯 原本是想讓Ko在領先或平手的局面上場 這想法真的傻 不論輸贏都沒有明天了 根本不需要分勝利組或敗戰組 沒有任何保留戰力的必要性 就把手中最好的牌打出去就好了 那如果要派Ko上場 要在什麼時間點呢? 我的看法是 第七局的調度沒有問題 讓Harris或Ozuna止血 完成第七局之後 第八局再換上Ko Ko在大聯盟沒有任何後援出賽紀錄 給他一個乾淨的一局 而不是壘上有人的危機時刻 應該會比較好調整與適應 至於郭敏 學者下場後 Corbin接手 原本以為會中繼兩局 接著由Dolito和Harson各一局 沒想到Corbin狀況很好 直接扛下了三局 而且沒有失分 Harson手下最後一局 郭敏 完成了充滿驚奇的逆轉 前幾年 皇家鐵牛棚 印第安人Miller衣服當官 小熊有Champman壓陣奪冠 牛棚似乎成了季後賽顯學 自由市場的強力終結者 價碼也來到歷史新高 而去年 紅旺沒有太多好牛棚 也能奪冠 今年世界大賽兩方都有三巨頭 國名牛棚更是本認為殘破不堪 傳統的強力先發論點似乎又重新浮現 而我的看法是 贏下季後賽需要好投手 不分先發或後援 牛棚爛如國名 還是有Dolito和Harson能信任 當年皇家也是有Cretel Vacas Ventura等先發角出好表現 友好的先發投手 好處是能穩定吃下比較多的局數 牛棚負擔相對較小 就算只有兩名可以信任的後援投手 也很夠用了 友好的後援投手 好處是比賽後段危機時刻 有比較多能信任的投手可以派上場 調度的空間與彈性更大 另外 我們從GM或總管的角度來看 一般來說 先發投手的可預測性比後援投手高 後援投手除了頂級的那一群 很多都只能維持幾季的好成績 就算今年成績很好 明年可能會變得很不穩定 像是大度會的Diaz 去年拿下57次救援 今年表現起伏就很大 而運動加油吹能 去年防禦率甚至低於1 但今年卻成了不定時炸彈 先發投手當然也有起伏 但通常落差比較小 從年紀和成長曲線來預測明年的成績 也會比較準 總而言之 想一下冠軍要的是好投手 多多欲善 不論是先發還是後援 太空人這幾年以數據派聞名 而今年的失利 是不是代表著艦隊理論是錯誤的呢? 不,當然不是 我也不認為是所謂的季後賽靠運氣 季後賽非常吃主力的表現 因為教練的調度會收窄 先發從5名縮成3或4名 牛棚勝利組上場頻率會更高 打線只要有穩定的5、6隻強棒 就有足夠的威脅性 所以太空人的陣容深度優勢會消失 國民牛棚的烈士也能被遮掩 巨星投打仍然有他的價值在 如果陣容沒有特別突出的球隊 季後賽需要有人挑出來 打出意料之外的好表現 當然,有些價值是無法被量化 企圖星、心理素質、策略調整、團隊氣氛 都是無法化為數據的一環 數據可以說明球員的實力與優缺點 但臨場表現受心理因素、情緒與策略的影響更大 太空人艦隊理論沒有錯 但在季後賽,陣容收窄 所以兩隊的實力差距會變小 而卻有太多數據無法看出的細節 左右著比賽的節奏 雖然沒有拿到冠軍 但太空人今年還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賽季 國民一路上不被看好 卻屢戰屢勝 他們把優勢最大化 把劣勢最小化 臨場調整做得更好 表現出極強的求勝欲 在強烈的企圖心下 連運氣也站在他們這邊 國民奪冠已經是足以載入史冊的傳奇 我們見證一場轟轟烈烈的大戰 見證了以小博大的傳奇故事 我就以這部影片 紀錄下2019年的季後賽 紀錄下這一段屬於棒球的故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